哈喽同学欢迎收看未来教育凯英数学 再来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提醒 他说有一个等差级数 他叫做15加18加21一直加加加加到甲 那我要问你这个等差级数的和 他说以致这等差级数的和是600 那我问你甲是多少 好要求甲是多少 我们应该要说到底这里有几项 对不对 到底这里面全部有几项 OK吗 这是我们要会的哦 全部有几项 是不是要求像素 可是没有默像 然后要求像素 永远记得 这个就要用公式2 从刚刚到现在 老师一直还没有用到所谓的公式2 在第一个影片 在一支2的第一个影片 老师就讲说 公式2有一种提醒得要用它 就是这种提醒 你没有默像但是要求像素 记得就是用公式2 好啊怎么做 sn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sn等于什么 2a1加上 n-1乘以d ok 然后整个再乘上 n除以2 好我前面有讲过说这个公式 怎么去记 或者是怎么去写 那还是要靠你自己啦 来 sn等于2a1加n-1乘以d乘以n除以2 那你知道吗 这个 就可以求出像素了 我们把我们知道的带进去 来 15 × 2 15 × 2 15 × 2 好所以这个叫做30 加上 n-1乘以 跟公差多少 公差是不是3 对不对 好那整个再乘上 n 然后再除以2 结构等于 还是600 好 所以我记得把它乘进去哦 这个叫做3n 那这里叫3n减3嘛 这边不要乱掉 3n减3 减3跟30是加27 所以这个叫3n加27 那n再乘进去会变3n平方加27n 除以2往右丢是1200 再往左丢 减1200 目前OK 所以除以3 你就会得到n平方加上9倍的n 再减掉400等于0 哇哦 复习十字交乘了 对不对 来复习一下十字交乘 400要怎么凑才能凑出9 好 这个你要去旁边自己乘 记得不要偷看 你自己要先去找出来 那答案算出来叫做n减25 跟着n加25 n减16 好所以等于0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n等于多少 -25或16啊 也就是全部有几项 16项 OK 好最后 我们要算假 假就是我的第16项嘛 所以它等于a1加15d 所以最后就等于15加上15乘以公差是3 所以答案就叫做60 好 这一题最主要要给你的观念就是 如果未来要求像数 但是没有墨像的话 请你就要用公式2 而且顺便去练习那个东西 十字交乘 好 mum 感谢观看